还是joeman以后会改拍 就是要对绝 高品质大X对绝廉价大X呢 根据报道 joeman目前已经移送地检署 经过检察官还�询后 目前已经试回 我是小林 joeman出事了 今天经传他疑似 西食这个 而他在事后表示 是在网路买的 而joeman的经纪人则说 侦查不公开 他目前已经无保请回了 新北市警局接获线报 进行大规模搜索 同时前往三重与综合同步进行搜索 这当中第一个被发现的是来自反骨男孩的YouTuber雷拉 而雷拉和老公汤宇根据新闻报导表示 他们在笔录时避重就轻的说是在泰国时购买 但不清楚怎么会带回台湾 9man真的会因此翻船吗 小林我想起两年前 9man曾在创作者年会时分享 大咖YouTuber最怕的就是翻船出事 小咖YouTuber则要趁着大咖出事时趁机而上 这句话在两年后的今天真的成真了吗 最近9man曾经表示自己的流量不如以往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想要吸一下输压呢 你认为9man会因此走下神坛吗 一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吧 这是个会定期更新各种吃瓜懒人包的频道 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最及时的更新哦 我是小林我们下次见